雖然沒有很懂 這很正常 但是我蠻有感覺的 那就相信你的直覺吧 我真的可以相信我自己嗎 很乖就會再見面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這一集的Podcast主持人超人 然後今天很開心要來訪問 佳美館新的一檔展覽天天上演的兩位策展人 一位是楓欣 HELLO 大家好 我是楓欣 一位是王涵芳 超人好 我是涵芳 對 其實跟楓欣跟涵芳認識很久了 所以不免有點害羞 我想想 好的 那我直接來 我直接來劈頭就問 那這一檔展覽天天上演 是有兩位策展人一起策劃的一檔當代藝術展覽 那非常難得 然後這次的其實作品我覺得不算太多 可是來的應該是說國外的藝術家也不少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相較 的確比較少在嘉義會看到一個非常 我覺得很多樣性的一個展覽這樣子 那有包含來自韓國、印度、法國、新加坡、越南 以及台灣本地自己的藝術家參與 那因為在策展論述前面有提到 其實也是回應當時嘉美館在成立的時候 想要做一個城市客廳的概念 所以想要邀請民眾參與互動跟對話 所以這一檔展覽的確裡面非常多的作品 其實都是需要民眾自己參與 就那個主動性我覺得相較也是比較高的 就不會只有你可能坐在那邊看而已 而是很多的作品其實是你要一起去參與 然後會變成管那種新的風景的樣子 所以想要先請兩位策展人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次的展覽概念 或是一開始是怎麼想像 要一起討論出這個展覽主題 其實在嘉美館的展覽就是 我們其實也不算是嘉義的在地的 居住在那裡的朋友 所以其實跟嘉義的淵源其實也很有限 那當然在最一開始就是在發展這個展覽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下去了幾次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嘉美館是一個怎麼樣子的美術館 因為他們地方美術館其實還是有地方美術館非常特別 而且美麗的特色不同於就是那種在非常都市中心的場館這樣子 那在我們幾次去有時候是一起有時候是分開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對嘉美館有一個比較粗淺的了解 就是這個館設它其實是一個就是離林裡很近的美術館 比方說你如果站在美術館裡面其實對面的打鐵的阿伯啊 或是賣便當的阿姨賣早餐店的一家人 他們其實都會就是默默的觀察美術館到底在那邊做什麼 對那個關係其實是有一種微妙又靠近的狀態 就是也許對他們來說就是進到美術館可能不是一個尋常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他們也在這個周邊環境裡面成為一個必要的風景的狀態 所以當時我們就是在想說除了自己本身感興趣的東西之外 怎麼樣也能跟嘉美館還有這個地方能夠有一些比較實質跟有意思的交流 而不是只是把一個展覽放進美術館裡面這樣 那其實一開始的源頭是想要討論就是在現在的很多藝術創作的作品裡面 或多或少其實每件作品可能都會聊到像是表演性也好 現場性也好時間性也好身體性也好 就是像這樣的名詞 那在越來越多的討論下其實像這樣的名詞就變得更加的抽象 好像什麼作品都有那麼一點這樣子的意味存在 所以原初想像的平台其實是那我們怎麼樣子可以藉由這個展覽 就是在這類型的作品裡面提供給大家一個進入的視角 這個視角可能不是從媒材也不是從它的分類形式 而是另外一個觀點是如果我們從視覺藝術的脈絡下面 有沒有一個這類型的作品在過去的一些案例當中 它會發生的一些內在的力量 如果從這個力量去切入邀請大家從這個方向去看這個類型的作品的話 它可不可能就是打開一些討論的可能性 同時間也回應了一些屬於自己的問題 那在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其實加美館的這個未來的願景就變成一個有意思的切入點 它的願景是成為一個城市的客廳 那如果我們原先的想像就是這類型的作品 其實它是有一個內在發動的力量 那有沒有可能讓就是這個展覽成為一個表演 那這個表演本身可以去回應有關於就是 加美館這個城市客廳的這個想法 然後其實這個展之前導覽的時候也蠻常被志工問 就是其他有個切入點是 大家可能會想說今天當代藝術形式很多元 然後好像什麼類型都有 然後它其實有一個轉向 就是它也逐漸把觀眾一起思考進來 進這個作品裡頭 所以在這個展覽中其實有蠻多的部分 就是它不只是一個觀眾跟看作品 這樣之前的單純的一個好像觀賞者的關係 它其實被藝術家也是一起納入這個作品的呈現跟思考 跟構成裡頭 所以這檔展有蠻多的東西 也是希望藉由這樣的關係型去拉近 也是跟這個原本韓方提到 這個美術館當初的這個宣言有關 就是藝術跟生活的關係其實可以是很近的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來到這個美術館看展 那有些事情其實它可能是很回應 甚至可以連結或回應到他們這些觀眾的日常 那如果看完這個展這些事情 還會有機會延續到他們日常生活裡頭 對 所以天天上演這件事情 它不只是講是這個展覽 也包含展覽裡面談了很多的事情 當然也希望這件事情 它也回應到我們的日常生活 明白 因為我覺得天天上演 就是這個名詞本身它也就 因為它前面寫了天天嘛 所以我覺得它的破題就好像就已經期待 它是一個跟日常跟生活是一個很接近的狀態 而不會真的距離那麼遙遠 然後我覺得就我自己看完展覽的感覺 也是因為你邀請觀眾進去 然後一起參與的時候 其實那關係的確有 好像它自己也會在這個參與裡面 它去找到它的不管是解讀 或者是它自己的意義 或者是它的確也成為一個 新的在這裡上演的這件事情 它也會有一個新的位置 是是是 就不會只是好像停留在觀眾這樣子的視角 所以延續著這展覽的概念 那因為這一次一樣還是分布在一二三樓嘛 然後有一些作品的確你好像會在一樓看到 然後又會在二樓看到 然後有一些是在二樓 你又會覺得有一些東西在不一樣的空間裡面 然後甚至有一些譬如說像黃伯志的作品 又是每一個地方你可能會聽到不一樣的聲音 或者是林依君的作品是 其實你拿著你要去哪裡都可以 小朋友超級喜歡 我覺得其實很好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也有人來邀請我 跟他一起做裡面的行為或動作 所以我想要先請你們介紹幾件 就是你覺得特別是在發想這策展的概念的時候 你一開始譬如說可能第一直覺就覺得 覺得好像他的作品很適合來加美館展覽 來參與這檔展覽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你其實很直接就想到作品等等的 就是一些作品案例 當時我們會想說藉由比方說一個視角 這個視角是如果我們用一個具有文化性的策略來去想像一個展覽的話 它可以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然後我們會希望邀請什麼樣子的藝術家來參與 那因為這個名詞我料想大家應該也會覺得很廣泛 因為好像什麼也什麼東西都可以有一點像這樣的名詞 但其實如果就是真的要細說的話 它的想法跟概念比較像是在一個可以去實踐的場域裡面去做一個Pototype的實驗 那這個實驗可能是對於那個場域的一個理想性的想像這樣 所以它的範疇可能就會南跨到很多部分 比方說有些是藝術家本身對於材料的一些想像 像是畫布是不是唯一的材料 還是說擴展到身體的部分 這是一個角度 那也有一部分的想像是像剛剛馮馨有提到的 觀眾的關係 就是觀眾是屬於被動式觀看作品的一個關係 還是說它是成為作品的一部分 這也是一個之所以提出像這樣子文化性策略的想像的一個走線 或者是說一個場所或是一個空間 怎麼樣也成為一個作品或是一個材料的一部分 甚至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細節 或是說對於經濟的一些循環的想像 或是對於社會結構的一些想法 當然這說起來都會太過複雜和廣泛 但是這大概也就是邀請的藝術家們他們在思考 為什麼邀請他們參與的時候 考量的一些面向 那另外一個部分其實我們也希望就是在一個展覽的過程當中 跟藝術家其實是一個一起前進的過程 所以另外一個邀請藝術家的考量也就是說 是不是在他們原本的創作脈絡裡面 其實可能就對著這樣子的東西是過去有過一些思考 或者是他們其實也有創作過一些類似的作品 然後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是不是有意思的 或者想去思考往下的 大概這個方向其實是邀請 共同合作的藝術家的時候的一個前期的考量 那在就是這一次邀請的藝術家裡面 其實對我來說他們其實並沒有先後順序的差別 比較像是大家在一個不同的方向上面 在這個思考問題上可能有不一樣的馳程的位置這樣 那比方說像在花園還有在二樓的藝術家阮英俊的作品的話 他早年其實就是做大家理解的行為藝術的那樣的創作者 那就想要找他參與這個計畫的原因是因為 他其實自己對這件事情也有了一個思考 他覺得他在做的這些表演也好行為也好 某種程度上面他們需要一個新的狀態 所以他其實把他自己的作品定義成是一種 就是performative的installation 那這個表演性的裝置在他的想像裡 其實是創造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其實是可以讓觀眾在這邊 能夠有一些交換交流甚至發生事件的一個場所 這個是他對於做這件事情能不能碰到一個有效的狀態的一個思考方法 假設如果現在的狀態就是一些大家已經使用過身體去做為一種材料的方式 就是在現在的創作這麼多元的狀態下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那麼刺激的狀態 這樣講可能也很奇怪 但大概的意思是那樣 所以他的作品其實就會是這次在嘉義的一個限定製作 然後延續他在越南移民花園的計畫的嘉義版本的呈現 就如同韓方剛剛提到 就是其實有蠻多作品是在跟藝術家討論過程中在發展的 所以這支新作品其實蠻高的 就除了阮英俊的部分是 他其實會因為他去了每個城市去跟當地有連結這樣子 然後再跟當地的社群一起合作 所以這次也蠻有趣的 就那件作品其實 他的最開始其實也是在嘉義 所以等於是有點像是 回到最初一起打造花園合作的范世夢女士 就是也做了這次作品蠻重要的合作者這樣子 然後還有樂在家文化展這樣子 那有蠻多的作品也是這次拋出題目之後 我覺得藝術家給予的回應 然後再發展的 例如黃軒 例如林一軍 像林一軍的作品其實2014年就做了 就是第一次就在亞洲美術館發展 所以是10年後的新版本 對我覺得跨度10年 但是好像其實中間思考有不停的 這次又更因應場域空間去做轉換 像是14年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出發點蠻是藝術家個人的部分 他可能在亞洲美術館看到一個 因為他們有很有名的那個三角形的窗景 然後有鳥飛過去 對他來說一個像是作品卻不是作品的瞬間這樣子 對所以他後來試圖做很多裝置想要再現或再創造那個瞬間 就是引用鳥飛過去 然後16年他又在國外做了一次 在那一次的時候他有跟不同藝術家等於合作 就是有一個像是寫給美術館的信這樣子的對話過程 那這次他其實花了蠻多前期的時間在做工作房 包含了訪談了家美館的社會館員跟工作人員 就是他也可能是志工 或者是他其實甚至是平常不是在展場為主的 比如說雞電人員或是清潔人員這些的 去料他們在美術館空間感受的經驗性 然後第二次工作坊其實就帶著大家一起想像 有一個未知的訪客生物 美術館的訪客生物 然後這訪客生物是一個什麼樣的型態 或怎麼樣在美術館留下空間 然後他時間維度可能跟我們太一樣這樣子 所以他的作品在後來奠基於這兩次工作坊後 發展成這次展覽中大家可以看到的作品 就有非常多包包 然後包包也不只在二樓 他也你依照那個尋找指示 你可以發現他其實在美術館其他空間 比如說一樓跟四樓的小路台也有 然後他的包包打開都是可以互動的 就是有點像是 你去尋找這個未知生物的軌跡 你怎麼樣再去感知這個美術館的空間這樣子 所以他有蠻多的互動 然後甚至是你拿起來參與的時候 其實你也就會成為剛剛你有提到的 就是像美術館的另外一個風景這樣子 對 因為我自己在美術館那時候 看展的時候也很有趣就是 因為也會去觀察說 那到底觀眾會怎麼樣去跟那一件作品互動 譬如說大家就會有點遲疑 然後把它打開之後 然後就在那邊很認真地讀他的資料 他其實沒有任何規範條件 然後但大家就也蠻主動 然後有一種開放性去想說好啊 那我就玩看看 然後就開始跟著那個指令走 他那個上演的狀態也就會變更隨機性的 其實不太確定到底你看到的會是誰 然後你也不太確定那個指令是什麼 然後到底什麼時候會上演 其實他又變得更有機 對啊 因為他的前期工作坊 在講到就是這個未知的生物的時候 比方說他採訪的美術館的清潔人員也好 櫃台人員也好 或者是顧展場的志工阿姨也好 他們看這個美術館其實是一個不同的角度 一定會有就是他們跟這個館的關係 他們想像出來這個美術館的樣貌 可能就千奇百怪的 對 那他設定的這些物件 就是雖然朝向的是一個未知生物 但某種程度上其實大家也可能可以想像說 其實他就是很多個不同的角色 他們創造出來的美術館的樣子 但如果是大少孩有可能會在意 比方說某幾個我特別都很難掃到的角落 我常常都會去關注那裡 還有我怎麼前進到垃圾場的位置 還有我怎麼清潔這個美術館的一個路線 這個路線可能是跟比方說展場的行政人員 或者是觀眾的路線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就會想像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美術館的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是機店的大哥 或是服務台櫃台的服務人員 我可能是一直面向外面的 所以這樣各式各樣不同的美術館的樣貌 雖然是一個未知的訪客 但某種程度上這未知的訪客也可以是 邀請觀眾去經驗不一樣的美術館的一個路徑 藉由他所設計的這些物件 那至於有沒有成功 我覺得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也要看觀眾的參與方式是什麼 明白 那我覺得剛剛譬如說在聊的過程當中也有講到 像文化性的策略他其實是 也是想要他不管是對於生活 或是對於場域的有一些新的樣態的改變 或者是有一些延伸的突破 那我覺得好像的確在這樣的作品裡面 其實就提供了美術館 大家在感受跟理解美術館應該就又會有一些新的樣子 尤其我覺得尤其可能林裡想說 哇靠怎麼搬了一棵樹來美術館 可能也是想說樹還不夠多嗎 聽說市長也有問喔 為什麼美術館廣場多了一棵樹 所以他有在點名就對了 因為市長說他家就住附近會經過這樣 所以他自己就真的有看到 然後還想說多了一個文室 對因為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作品 尤其像阮英俊的作品 那以及其他人的 我覺得或多或少 像你們剛剛也有聊到 其實也是跟藝術家一起討論出來 然後發展出來 然後也會跟在地的 不管是居民啊或社群 其實發展出他們自己的關係 那也想要知道譬如說 那時候在不管是在討論 或者是那時候在設想跟藝術家一起發展作品的時候 你們那時候怎麼聊 或者怎麼樣去想像 他可以跟嘉義在地的社群一起發展這樣子的關係 其實在嘉義在地的社群的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我們並沒有去限定說 他是要面對哪一個社群 比較像是可能會接觸到美術館 或者是說沒有目前還沒有藉口去進入到美術館 或者是與美術館有一些交流的 所有一般大眾 那當然每一間作品他可能會碰觸到不一樣的社群 比方說像阮英俊的作品 當然一定會去碰觸到嘉義當地的越南社群 那在一開始沒有預料到 但林一軍的作品可能就碰觸到了一些小朋友們的好奇心 那我覺得像黃軒的作品其實我們 因為他這一次其實也是為了這個展覽的新作 那我覺得也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他的想像其實是說怎麼樣子 讓他的在環境當中做的一些動作 能夠變成這個物件 或是這個物件雕塑一部分 那他當然可能就不一定會是去朝向一個特定的社群 可是我覺得對於某一些對事物感到好奇 或是相對而言比較年輕的族群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共感 那我這樣說的原因是 當然我覺得可能藝術家不一定認同我的這個說法 但暫且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的話 因為他的作品其實是把他的一些動作放進物件裡 比方說把小石頭塞進鞋底 或者說把小石頭塞進電風扇裡 或者是說在一片草原上面非常鋒利的草 然後他去梳它 這個梳的過程當然可能伴隨著很多的身體的不同的感受 比方說草可能很利 手會受傷 那梳子一般梳的是頭髮 為什麼要去梳草 或者是一個鍵盤 但是他平常拿來打 子彈全部被口香糖沾住了 然後還發散出一個非常香的口香糖的香味 那我在他的創作裡 他想像的當然是說 把他的動作放進這個物件裡面成為一個新的狀態 那就是事後來看 或者是說後攝性的來討論的話 我自己覺得也有一個有意思的情形是 因為我每次很喜歡一直滑就是網路上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現在有很多有趣的創作是建立在一個繼承的系統之上 比方說我可能有一個電影故事其中的一個環節 但是這個場景這個角色裡面當中的人物 我看到之後我覺得我有一個新的想像 他可能不是這個壞人被好人殺死了 或者是說他這個壞人這個英雄電影我把它改成一個BL的愛情故事 或者是說這個小朋友的青少年之愛 我把它改成一個女性主義的英雄電影 whatever就是在一個繼承的系統之下 我有一些其他的想像 那我想要去改變這個故事本身的宇宙 那我覺得他的作品對我來說也有某一種像這樣子的狀態 也就是這些日常生活當中的物件它有一些改變 改變了這個物件原先的使用方法 還有它可能出現的情景跟狀態 那當然也會引發很多的想像空間 有些人可能是覺得好酷 為什麼鞋子下面有很多石頭 或是為什麼電風扇吹不出風 但有可能你也會想說 那一個吹不出風的電風扇 我應該要放在哪裡比較合適有什麼樣子的狀態 我覺得有一部分在前期討論跟後面 可能大家各自會有不一樣的 看到作品之後的想像跟演繹都可能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像這次就是其實有蠻多作品 大家可以看得到系統上的位移 或是系統上的挪用 因為比如說像黃宣之前的東西很多 你其實它可能會放到你的感知 或是它好像是兩種感知系統的交錯 但是它可能會造成一種反而動彈不得 或是反系統的一個方法 但像是金犯跟阿茂的作品 其實也有這樣的關係 比如說像金犯作品 你其實看的時候你會 可能有些人會有很快的回憶到 那其實是他們可能小時候看過類似的節目 黃色尖角那個 對就要素人畫畫這樣子 是不是很想互相 對 然後大家可能就是 欸你看 一樣很一本正經的講 喔這是油畫畫布 然後呢我們這樣要怎麼樣調和 然後顏色就是 這些材料都講得非常的正確這樣子 然後松姐要怎麼用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要調一個 把情緒等於像油彩像這些油一樣 調和油一樣放進去 成為一個其中的元素 所以就開始描述 那我們要放什麼樣的尖叫進去 然後就邊畫邊尖叫了 對 但那其實台詞很有意思 所以它裡面其實 細看它其實可以回應 我相信觀眾應該會覺得 這可以聯想到蠻多事情 對 然後以及那個尖叫又帶著一種 有點黑色幽默 有點反鳳的狀態 對啊 然後像阿莫的東西也是 就是 大家在看人家作品的時候 應該會覺得兩個作品的聲音 互相有一個干擾 又有一個對話性 我覺得這個是 比較後來整個展覽在呈現之後 聽到好幾個觀眾的回饋跟反應這樣子 然後像阿莫的作品裡面有 蠻強烈的這種旋律性 其實是來自於印度的 演藥順人唱的那種歌 然後它其實是有一個蠻強烈的這種 譬如說對於一種 階級反抗 或是去伸張他們的不平這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影片裡頭 它一樣是個 清潔員工 就是印度性員 但他們因為總性制度的關係 所以他們某一些 就是最低底層 就是應該說最受壓迫的 他們能夠從事的職業 是蠻有限的 對所以 它等於是邀請 真的在日常一樣做這個城市 打掃的清潔工 一樣去走它每天的路線 但是它穿上了 有個被藝術家改造的溜冰鞋 然後溜冰鞋有個刷具 大家如果注意看了影片的時候可以看到 所以它就 然後背上它那個收音機 可以放出音樂的收音機 所以它也是一個翻轉 就是它把這個有個表演性的東西融進去 然後好像把這個 終於成為一個方法 平常在其實不被大眾去看到這些清潔員 藉由這樣的介入跟動作 其實那城市也好像被翻轉 成為一個舞台 然後它原本可能就從你身旁走過 你不會注意到 但是因為這樣子 跟那個華盛頓的姿勢 才就是轉變 它好像成為一個舞台上被大家觀看的主角 然後有蠻多事情也是在這個展 有做不同的衍生跟思考跟藝術家 比如說像這次彭燕生的作品 就是雖然概念是新的 它是藉由這城市客廳這個東西 去談擴展生活空間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它覺得 大家對於客廳的這個意向跟概念 跟你與環境的關係 其實在你是什麼樣背景 跟你怎麼樣成長 其實會有蠻多不一樣的見解跟感受 所以這次的擴展生活空間 邀了它過去的三個作品 然後這三個作品其實就反映了三個不同環境的人們 包含了可能生活在山裡頭的 在海邊的 在城的 而且特別是城市邊陲 這種交接處的 人們的經驗這樣子 所以現場有 它的作品都用耳機聆聽 就你戴上的耳機 你好像前去那個現場 對 然後你藉由它裡面的聲音 就非常多的訪談的交織聲 你其實還會慢慢構築出那個 空間跟生活經驗的人庫 你好像也成為在那個 講話的人們旁邊聆聽的那個人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剛剛也講到說 其實這些作品它 或許也真的是透過 所謂的策略去造成 原本系統上的一些 不管是位移啊 挪用或者是它 在原本的基礎上面 它其實長出了不一樣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好像也就是 這些方式讓觀眾可能會 想說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覺得對觀眾也是一種新的理解 就是可能某些 他原本以為就是這樣的作品 其實都不是只有這樣 就是我覺得好像也在突破 他們的某些腦洞跟想像這樣子 對啊那也想請色展人分享看看說 那譬如說像這樣子 那時候在設定之後 有沒有一些你們覺得超乎預期的部分 或者是其實他長出了他自己的樣子出來 我忍不住想說有關於那個金犯的作品 其實那張作品是滿迷人的嘛 然後它其實也是一個 滿多人都已經知道的作品 因為他應該也在很多地方巡迴過 那當然他用的方法 其實是非常的靠近生活 因為它是一個電視的繪畫教學節目 但與此同時我覺得 當他放在嘉美館的時候 有一個微妙的加成狀態 因為可能大部分的觀眾 不是全部但是有一部分的觀眾 其實進到嘉美館的時候 他們可能期待的是看見 比方說前輩藝術家的繪畫作品 或者是可能大家認為 會在美術館裡面出現的平面作品 所以這件作品 假設如果他今天是放在一個 大城市裡面的一個展覽的時候 大家可能也會覺得有意思 但是當他放在嘉義士林美術館 然後面對的不是專業觀眾 而是一般觀眾的時候 他其實有一個有趣的畫學作用 這個畫學作用就是在於 這些觀眾可能原先想像 一些前輩藝術家的作品 怎麼樣去考量他們 也許是畫作的內容 去回應到某一個台灣的年代 或者是說某一個記憶 或者說畫作的構圖 它的用色的顏料的技法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東西 有一個想法 但是當他們看見這件作品 要教你怎麼樣去畫一個 所謂的抽象繪畫 但是卻是以一個像這樣子的方法去介入 還有教導大家說 我可以想像有某部分的 可能不是專業的觀眾 他們應該會有一個不知該哭還該笑的心情 那我覺得無論是對於哪一個階段的觀眾都好 如果今天大家把它看成是一個小型的喜劇表演 可能也可以在一個美術館的經驗當中得到某一個程度的反饋或者是敲打 那也許第二次或是第三次在看到 像這類型作品所帶出的一些擴展的狀況的時候 他們可能也就因此得到了一個其他理解 這類型作品的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其實他會出現在門口的地方 他就會和黃瑄的作品對話 和外面的阮依俊的作品對話 和旁邊的阿夢的作品對話 還有和二樓和三樓的作品對話 那我覺得最挑釁也好 或者是說幽默也好的方法 就是當你一走進美術館的門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尖叫聲 然後你開始就會想說 他是在 是怎樣 誰怎麼了 誰在叫 這可能就是一個 你不需要多說太多 可是當你走進去的時候就會 遇到的一個感受這樣子 而且像阮依俊的作品也確實讓我 我自己在部展的時候很驚訝 因為其實部展的時候 我們搬了樹過來 然後開始搭了溫室 然後搭了溫室的時候就開始 一開始樹大家是先圍觀這樣子 然後搭了溫室之後 那個溫室搭建過程中 就是就不停的有人一直過來問說 你們這個是接下來要 什麼盆栽快閃電嗎 還是這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都蠻認真的跟他說 欸接下來這個作品什麼時候會開 然後來詢問的 甚至就是婆婆姐姐們 他們就是很認真說 什麼時候開呢 我趕快把那時間記下來 然後也有一個蠻可愛的景象 因為我們不宅的時間可能會到比較晚 然後天就黑了 然後我們就真的真實見到好幾次 附近的伯伯們可能吃完飯 然後就出來散步 散步完就坐在樹下的旁邊開始聊天 真的喔 可是他不是一個很像很大太空包的那個嗎 對對對 然後他旁邊有那個美術館 美術館的那個椅子 對就是那個矮柱子 然後他們就會坐在那邊聊天 然後看那棵樹 他們說好像樹來了之後 其實晚上反而周圍丁弟會比較容易聚在那裡聊天 因為其實有點有趣 就是晚上的那個溫室他沒有開 可是他會亮燈 所以他也會像一個小型雕塑持續在廣場上的狀態 那還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我最後一題 就也是想要延續到這一部分 就是想說 他突破到大家的生活裡面之後 有沒有什麼樣有趣的觀察 因為我覺得爺爺或者是周邊的居民 的確我覺得這也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動態過程 就是我覺得當我感受到美術館就在我附近的時候 我一定也會想說 所以他最近又在幹嘛 然後可能以前都覺得那就是在裡面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他今天有延伸出來外面 搬了一棵樹來 蓋了一個溫室 所以他可能就可以覺得 可以摘樹上的果子嗎 對啊 所以他好像突然就多了一個可能 或許就是跟林裡之間閒聊的話題 就有一個共同話題 對啊我覺得好像他也連帶的把一些東西 創造出來在那個廣場上面 對對對 這應該也是他的目的吧 因為他其實原本也就希望大家可以在這邊交流 就有點像是以前我們的那個 Gamma Dian一樣 因為他門口的那個溫室 雖然他是一個溫室的造型 可是其實他的在他研究旅程當中 其實他的這個溫室的發展原型其實是一些小型的商店 然後因為這些小型的商店就比較像是這些社群們 他們可能交流一些在台灣的超市或是菜市場買不到的一些蔬果也好 或者香草也好 然後就其實就很自然的就像Gamma Dian一樣 就是人們會來這裡之後就會在這邊聚集 先聊個兩句也好 或者是說交換一下哪個地方有什麼 我覺得不錯你要不要去 或者是我有什麼東西你沒有的 我們下次可以交流交換一下 但是我覺得他的設定其實並沒有說一定就是針對越南的社群 就是也針對比方說一般的觀眾 或是台灣其他的各式各樣的住民都好 就是他們有可能距離在這裡的話 就有可能有更多彼此了解的機會這樣 也還有幾件很迷人的作品是在三樓黃博志的作品 不知道觀眾們其實是不是熟悉他之前的創作 那他有出過一本我自己覺得很迷人的書 然後有一次在某一個展覽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坐在那裡把那本書看完了 沒有誇張之詞 我是因為我覺得他真的非常的真摯 因為他其實有蠻多研究是跟他母親之間的訪談 那那本書是藍色皮膚 所以他這次的作品其實是 藉由就是這本書裡面其中的一則故事 那這則故事是就是他母親的二哥 離開人世的一個故事 只是他母親夢到 二哥變成了一隻藍色的班鳩 回到他的夢中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在這次的展覽裡面 他其實變成了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當中各種不一樣的元素的佈局 也許是攝影也好 也許是這空間本身的藍色地毯也好 光線也好或者是說在展場中 當大家戴上了這個耳機 去自由的碰觸到一些故事的內容 或者是事件發生的場景 都是一個傳達這個故事的一個方法 那不一樣的地方其實是在於 就是他跟文字其實有非常不同的力量嘛 就是平常大家讀的時候可能是一個讀的理解方法 但是如果當你真的戴上那個耳機 然後你在走動的過程當中 看見某一個攝影作品 然後聽到了故事 然後你稍微右轉一下 然後走到了露台上 然後又可能聽到一些哼唱的聲音 那個集合起來的這個 這個這個說這個故事的力量跟 就是你用文字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不一樣的的中和感受 那這中和感受其實也會去拉扯出 就是比方說你自己本身可能有的一些家庭的記憶也好 或者是說父母的記憶也好 或者說你自己對於你聽到的故事的一個特定的見解 那我覺得他的這件作品其實在這個地方也很有意思 同時間也跟樓下的這個張藝滿的故事有一些有意思的呼應關係 因為在張藝滿的那個作品裡面 它也是一個故事傳達的一個一個藝術家設定的機制 它是一個一對一的親密的故事交換的過程 那在同一個空間當中 故事從指導員的嘴巴進到觀眾的記憶裡面 那其實過程當中就會有很多的理解跟選擇 比方說你要不要參與這個用你的時間跟記憶 去交換一則五百字的故事的這個提議 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雖然張藝滿這件作品其實在沒有表演發生的時候 大家可能未必很明確的看到了什麼 但是如果在參與這個表演之後 不管最後大家腦袋中在記憶裡的故事可以停留多久 某種程度上他都可以再去呼應到這個展覽裡面其他作品 在有關於就是這個傳達還有研說的一些考量跟想像 對 韓芳介紹張藝滿的作品 那作品是被保密到家 所以其實我們甚至開展前都不知道那作品 因為只有參與的人才會知道 所以我其實有在第一天的第一場就參與了 成為那個作品的參與者 因為你才能知道這些作品要怎麼樣 然後我必須要說我覺得 因為他一定要觀眾就是等於你要參與前就要經歷一個 就是剛剛韓芳提到那個抉擇 我到底要不要參與 那我要參與 好那我要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我要去試圖記一下它 然後我覺得記憶過程其實是蠻美的 就是你好像也會在那過程再次體驗到 天啊這個時代我們很少再繼續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在那個很深刻的閱讀中 其實你會有很多跟你自己的關聯性 然後你好像我覺得那個指導員也會是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互動環節 明白 對就是你們怎麼樣他怎麼樣幫助你記下那個故事 對所以雖然場次很限量 一天只有兩場上午九點半一場下午一點半一場 然後一定要透過預約的方式才能夠參與 預約的網址就直接在那個美術館網站上都有 可以找得到 對美術館網站上展覽的那個 點進去展覽下面就有那個上午場跟下午場的預約連結 有有有 對非常推薦大家如果你有時間 因為畢竟他只有這個時候才會天天上演 不會每個時候都有 沒錯 接下來其實展覽到9月29就結束了 所以請大家把握時間可以去看天天上演 然後也就會每天都會看到不一樣的演出在佳美館發生 好謝謝兩位 謝謝 我真的很幸福 你拍照 就是我,在 evaluation 醫療到的速度 ええ,因為 sais你 Time forD Negan loss 來雖然 Í